这个编译馆的保安头天上班就碰上了诈尸 他出于好心拉开拉链 尸体竟然睁开了眼 给他吓得赶紧逃回保安室 但这时监控后的节目组高兴坏了 原来这是一单恐怖恶恶真人秀 专门整股不知情的嘉宾 但下一秒意外发生了 保安竟然拿出了枪 他要跟鬼正面刚 这下鬼却怂了 后来节目组及时赶到 保安一脸懵逼 带着危险迷人的压迫感 让节目组收视率飙升 对于这次差点闹出人命 艾玛有些生气 但导演男友却觉得 脱离剧本才是最精彩的 可老板却并不满意 给他们放了一段视频 是最近更火的面具怪胎 这些人原本只是恶搞流浪汉什么的 但后来逐渐升级到折磨杀戮 却因此粉丝暴涨 现在他们的每个新视频 都比上一个更残忍 更吓人 所以面具怪胎只在暗网发 老板的意思就是 下一期他们要做得更暗黑 更吓人 不然这节目就别做了 于是迫于工作压力 节目组重新出发 将场地选到了一处 废弃多年的精神病院 还招募到一个园丁 作为整骨对象 一开始就铺垫气氛 在艾玛与其攀谈时 让专办好的女友一小沙 躲在窗边 但一进门 这个园丁就表现得有些奇怪 他对着墙上的话喃喃自语 原来他曾经在这边工作过 艾玛上前询问 面对园丁这么不稳定的情绪 艾玛觉得这人有点不对劲 他认为导演肯定又隐瞒了什么 于是生气的去找他理论 艾玛一走 男人就开始吓唬园丁 先是悄悄开了门 园丁困惑地走了出来 灯光 窗帘 音效 整个他不知所措 一拐弯凭空跑出一只球 跟着球 又看到女鬼小沙抱着球跑了 但那园丁不但不害怕 竟然还追了上去 来到一间小屋 鬼女孩小沙从身后慢慢靠近 但男人却将手伸进了衣服 是艾玛桌上的开心刀 这个男人掏出一把刀 捅向了鬼 监控后的节目组吓坏了 拿起话筒 艾玛慌了 要冲骨与解救同事 但疯狂的园丁 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更倒霉的是 摄影师还在一架后面呢 但园丁还是发现了他 扯下一条领带 就要将摄影师勒死 当艾玛赶过来 摄影师已经被吊死在梯子上 小沙也被扔下了楼 艾玛非常难过 但他现在必须马上离开 因为园丁正要返回这里 艾玛这时才知道 这个园丁是精神病人 还犯过罪 导演本来想让剧情更加刺激 但没想到他这么疯 艾玛逃到楼下 信用导演现在该去哪儿 但导演却说 这会儿监控看不到他 可是艾玛发现 这墙上有俩摄像头呢 不是他们节目组的 还能是谁的 最后你就知道了 艾玛误打误撞 找到了女同事 俩人躲了起来 但回下头头功夫 同事就被园丁给一道封喉 艾玛怕急了 疯狂逃跑 在园丁追上前一秒 找到了另一个同事 俩人用力抵着门 没一会儿 外面就没了动静 艾玛崩溃地向同事告知情况 并让监控后的导演马上报警 但导演此时却还在犹豫 话没说完 那边画面就花了 原来是园丁 闯进了监控室 将老马和同事两人直接砍死 并笑着 关掉了监控 艾玛和同事赶紧逃命 好不容易跑到了车上 却忘了拿钥匙 同事只要回去找钥匙 只剩他一人在车上 但这时 艾玛又这样将园丁进到了车上 下车跑了 而这时园丁却戴上了耳机 对着摄像头大骂导演 原来园丁也是请来的演员 导演们也都没死 这次的整股对象其实是艾玛 园丁让导演去救他 但导演这会儿要准备结尾环节 没空理他 园丁一气之下关掉了摄像头 自己忍痛拔下了锥子 但这时车的外面 却迎来了真正恐怖的不速之客 节目组装鬼吓人玩局中局 却遇到了真正恐怖的玩家 面具怪在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 逼近了车子 原丁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一刀结果 而这时 艾玛也在电脑上看到了 本该死去的同事 同事赶紧关掉画面 并通知了去找原丁的导演 但此时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一时间 每个监控镜头下 都站着一个面具人 面具怪他入侵了他们的节目 还没有反应过来 同事就被背后的面具人给勒死 与的同时 艾玛通过电脑的录像 知道了整个节目组假死 自己才是被整骨的对象 他愤怒地朝着摄像头骂导演 而此时摄像头的后面 已经全是面具怪胎 导演来找原丁 却发现原丁已经被杀 一抬头 转眼就要被包围 他赶紧逃 正好碰上气势汹汹的艾玛 上来就是一巴掌 导演解释 面具怪胎不请自来 现在很危险 但艾玛根本不信 一回头 还就碰上了面具怪胎 他以为又是整骨 掉面具却被粗暴推翻 这时他才相信 现在真的很危险 面具怪胎围了上来 但又好像接到了什么指令 退了下去 当然要拉着艾玛逃命 但作为女主怎么能逃呢 一定得去救其他同事呀 导演放不下女友 也只能跟着去 但是他们找到同事 却发现同事已经被面具人杀害 来到监控室 这里的同事也被勒死 房顶上还吊着一名女同事 而这时 摄像是还在地下室 等着结尾环节 从监控可以看到他 但此刻一个面具人 拿着电锯 朝着摄影师走了过去 接下来 监控也被面具人全部黑了 面具人告诉他们 现在女孩小沙还在他们手里 他们要将小沙活埋 五分钟内 他就会窒息 于是艾玛和导演立刻去找女孩 却在半路碰到了一个面具人 刚打开电锯 一尺就掉了 但他还是冲了过来 却撞上艾玛手里的刀 倒了下去 而面具下面 竟只是个熊孩子 但现在来不及了 他们必须要去救小沙了 终于 还是在最后一刻救出了小沙 正要走 面具人又围了上来 当然不能走 他们的节目没有快乐结局 不过艾玛为他们节约了不少成本 所以艾玛可以带走小沙或者男友 好吧 女主这种设定肯定不带男友 她难过的向男友道别 然后拉着小沙开车离开 而导演却被绑了起来 但这时她还在嘴硬 嘲讽面具人的节目没有故事性 没有反转 直到面具人给她看了一段 小沙被活埋时 是提前录好的录像 这时她才明白 小沙和他们是一伙的 理应外合 好了 反转也有了 导演心满意足地被推进了焚烧炉 而在开车的艾玛还在安慰小沙 一回头 艾玛看到了车内的摄像头 此时的她应该也察觉到了 面具官她的节目还没有结束